日前赵丽颖棒球帽反戴 一身中性风装扮现身上海红桥机场 好似一颗帅气男孩 简直要与小鲜肉门抢市场 在2016年12月31日举行的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上 人气演员赵丽颖惊喜现身并且献上了两首歌曲 其中和奥运冠军张继科牵手对唱的四半道月球 更是填翻一众网友 新技CP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这两天关于赵丽颖在演唱会上被置于假唱仪式 冲到热搜榜第一位引发争议 现场视频来看部分网友质疑 这里在演出中假唱痕迹太明显 有的口型都对不上 声音是纯录音效果的 但随机而来的是更多网友反击 一部分人认为假唱仪式还不能盖观定论 那月色甜甜的感动 本来是今晚会发展震余的 本来是最大的 未经许可,不得了 地下注采余的 声音效果的 相联融的